平二消防分隊第一組出勤小組 帶隊的小隊長陳溫川 頭部手部嚴重燒燙傷 正在水柱前不斷沖水 不過仍心細困在火場的隊員 都在裡面有的人 我站在靠牆 他們從側門進去 靠牆的那一個方向 往對面這個方向 他們在撤隊的時候就爆炸了 雙溪跪地 求其他趕來支援的小隊 快去救救他們 不顧自己身上的傷 跟著往火場衝 不過當下爆炸威力時 在退牆 四名消防弟兄因攻殉職 小隊長身負重傷 住院治療 23號行政院長陳建仁 前往探視 身後衛福部次長王必勝PO文 透露小隊長情緒激動 哭著說 整個小隊只有我活下來 王必勝心頭一酸 差點掉下眼淚 這種出生入死的感情 這種哀痛 只能想像無法體會 他說 我的弟兄都沒出來 院長離開的時候就說 有一個微文金要支援給他 他說我不要 這是給我的弟兄們 整個過程中小隊長眼淚不停掉 內心很自責 心情念念都是離開的弟兄 和當時火場發生的狀況 看到大概是因為他的同事 他們拿著電話 他在講這些情形 或著身上燒燙傷的面積大 心理方面更需要好好治療 而剛從平二分隊服役結束的替代 易黃先生聽到這消息 不敢置信 情緒就真的繃不住了 退伍不到一個禮拜就接獲二號 興奮的學長賴俊如 家都排好了 即將出國命運旅行 卻在一場大火中 天人永隔 是十月之後的事情 沒想到他就九月 就快九月底了 然後就發生這個意外 余黛哽咽自自句句訴說著 對學長們的不捨 大火帶走四名消防員的性命 親友面對這傷痛 怎麼承受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